大家好,感谢南外的小学妹们邀请我来做一次演讲 刚刚看下错了,后面所有人都是专业的 就刚刚那个主持人都有专业太多了 所以说是我这辈子演讲过,所以大家 please bear with me OK,就是我是南外毕业生,15岁的时候,SMI向我全校赴新加坡留学 在新加坡呢,先获了我的金居老师,她是美派群派的大师的传人 然后在新加坡跟她野村同时,串发了青年青春的金居所变间主演 然后同时是新加坡唯一飞行比赛的女选手,然后联系的联亚军 是一起步枪设计全国联赛八场 OK,20岁的时候呢,20岁的时候呢,我成为了专业的金居演员 然后25岁的时候开始跟随老师在中国、新加坡两地的金居店 30岁建立了自己的金居公司和传售传统艺术 可能之前没有赶过来,这个好像不太准确了,我没有赶过来 OK,这个是,我20岁的时候呢,是在Avery大学的数学、音乐、双专业 有自己的solo演出 然后25岁和大学好友不同程度会sound track,就是背景音乐 三岁的时候和电影合作的sound track 加班上了一幕,想得好解释 这个肯定对了 20岁的时候被邀请加入了新加坡飞行车路 25岁的熊下部新航成为飞行员 三岁成为国舰旁班机长 好的,这些以上都不是我 但是,我可以吗? 如果我当时和金居老师继续在新加坡演出 我现在可能是专业的金居员的 如果当时拿到亚军以后,飞行亚军以后加入他们的黄天之乐部 我可能是飞行员 那么如果当时继续跟在大学的时候继续钢琴演出 继续跟我的朋友一起唱作音乐 继续学习composer 那我现在可能是个作曲家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就这些如果都实现了 那我现在还是站在这边的我吗? 我还是金晶吗? 所以今天其实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 什么是金晶? 怎么定义金晶? 我得放一起 所以现在稍微我们稍微做一个小的互动环节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你们的话 我得放一起 你们到底是谁? 有没有人答案? 这个黄色一个小朋友 就是我觉得首先是我这个名字吧 就是名字首先是可以定义自己的 其次我认为就是我身边周围的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也是一个可以定乎的一个点 然后 还有就是自己过去的走 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 未来想走什么样的道路 也是一个定乎的地方 你又叫什么?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叫于斯伯 我记得我上过你的商务课 你这样不记得 来来,我的拖子直接暴露我了 有没有不是拖的人回答他这个问题 好 OK 那么现在我看看现在网络上面 比较流行的定义就是哪些 比如说 藤霸的 复活的 复活 那个就是今天邀请我来的 那个小朋友就是复活 我可以说 什么 谁说了就我可以说 没事 OK 然后还有什么 小奶狗 小狼狗 鲜女本鲜 鲜精本人 鲜你本鲜 鲜你本鲜 鲜你本鲜在这儿 然后还有什么猪猪女孩 什么猪猪女孩 什么猪猪男孩啊 这些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上 现在流通各种各样的菜 然后当你看了他 就是第一个动作 这就是我 或者还有什么 那现在大家比较流通 做这个测试 其实在在15年前 我们的家伙的时候 包括你也是这么多多的测试 你先来一看 就是我说的非常明显的identity 就是thinker 就喜欢思想 就算想这种东西 那么大家可能自己 也有fit into the category 就是哪一个是你们自己 然后你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 你第一个反应是 哇 这个是我 讲的就是我 let's still me OK 这个也算还算好的 这个是 就算还是可以 还是有个性的 它能突出你的个性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这还是你们这个年龄了 就是现在 你看是大了 大波速度了 还是包装上 是你们这个年龄了 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就跟你讲 就以后 雨 身高166 身材 均匀 您知道毕业生 有房有车 生活 生活上渴 工作稳定 心良是好 所以想想 就我30年 我15岁自己出国 走南朝北 也做了经验很多事情 就被概括了这一句 就被概括了这一句话 社会有那么一点难过 所以 这种法 能概括吗 它能 Define 它能 Define 我吗 OK 所以 到底什么是你 你的简历 你的经历 等于你吗 就和他这个黄色衣和小朋友 说的一样 你的简历 你是能做的事情 等于你吗 OK 但是回到这个故事之前 我想分享一下 在美国的几个好朋友的故事 那Farizina 第一个 她叫Zina 她叫Zina 她是非常typical的美国白人 州立大学 喜欢露营 喜欢Party 全面队 她是我的当时 打工小伙伴 我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大学方面 一个奶茶店打工 所以呢 在奶茶店的时候 除了学了各种做奶茶 做果茶 做可理营 然后做各种 迷迷兵的技巧以外 还陷入了很多很有趣的人 那么她就做一个 所以在 从这个定义上来看 怎么看 她都是一个 美国大学生 丢在人群中 找不到的那种 但是 这个是她 是她 但是她 完全能够 她仅仅是这些吗 No 这些词中 并不能告诉你 她其实是 她的父母 是女子 所以她 她的父母 把所有的钱全花光了 作为细度资金 所以她自己 只能 一个人 边打工 然后边申请付学金 一路从高中上大学 所以 即使这个州立大学 就做这家州立大学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 不值得大学 大家一过去申请 但对她来讲 可能是她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的 同时 她是个田律队 她是长跑队员 她一跑 能跑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我怎么知道呢 四个小时 我怎么知道呢 因为她事情每次 因为我当时也算是 运动比较强的 每次我会跟她去跑山 但是在她面前 完全就是个小菜季 然后她会 就是我当跑不动的时候 跑山 就是她有坑上下下 跑不动的时候 她就会慢下来 然后边跑 边跟我讲她当时训练的经历 她其实从早 有非常严重的照片 就拉下了叉 但是在美国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医生建业 都是运动治疗 所以她从小开始运动 并且喜欢上的运动 但是有一次 她在自己进行训练的时候 在处理里面 就是在我们都在小的 初夜我们在处理里面 或者在跑道上训练 她自己训练的时候 突发哮喘 当时没有代言 没有差点挂掉 但即使是这样 她后面还仍然继续去 进行训练 进行跑步 为什么 因为她喜欢 她希望知道 就像她一种 Grow up family 她Grow up family 没有人告诉她需要学习 但她想知道 然后就算没有她 就算是她在训练的时候 有过生命的危险 她也依然想跑步 那么这些行动词是她吗 是 但是她仅仅是这些行动词 她比这些行动词要多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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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是我大学弟,他特别喜欢小朋友,所以最后他梦想是普通的老师,动作也成为一个动作老师。 OK,又是个普通的,再普通的。甚至,可能你在看完他的时候,你只会觉得他是一个多多老师。 但是,在背后对我们的道庭,其实他才发同意。 我为什么认识他呢?这也是我的打工小伙伴。但是我打工小伙伴的时候,一般就在打工没有人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交流音乐。 他会给我听很多,他在初中的时候就创造了交友小学。 所以,他也在跟Movie Company合作,包括各种,各种费用合作,去做他的规定音乐。 所以,之前我这个简历其实是他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成为专业的,比如说是Movie Soundtrack Writer。 因为他喜欢小朋友,他想当老师,就仅此而已。所以这个是他吗?也是他。 但他仅仅是一个动作老师吗? Again,代表。 所以,这些tags真的能够代表,代表我吗? 好,这些人。 这个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老爷到现在来叫什么。 就是他们有一天,就是手挖了手,走进了我们的甜品店。 也有可能做的,从发花来,从来中国一定是不适合吃甜品的那个任何人去的。 最后,我看反正很好,然后甜食还好纯。 我记得这个很清楚,不停让我家庞,不停让我家庞。 OK,然后,这很硬了。 然后就边吃,然后边做聊天。 然后最后,我一开始跟我说,它是大学的资格。 它是大学的资格方。 然后还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可以申请成它的grande。 Again,这个从它的tags中能看出来吗? 也看不出来。 所以回到我,我的简介依然是这样,依然没有变。 但是,它是真实的。 当时记得在,怎么进了金居社。 因为当时我们是初三去的,所以15岁左右去的。 当时进金居社的时候,我们在第一年进德大都是大闸的。 所以,一开始本来没有机会去演出。 然后当时正好面临的是,据说是创设以来最难的喜富客战。 这个戏,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是一个高华战戏。 唱段很难,唱枪很广。 从低的很低,高音很高。 然后40分钟,不停地跑跑跑跑。 然后包括翻转,然后包括翻跟头上那种。 所以说是,被创设以来最难的一种运气。 所以在演出两个月之前,主演陆柯寨,主演陆柯寨的学姐, 已经训练了一年,突然病倒了。 并且是比较严重的,直接训练了。 已经不可能再演出了。 于是我就被爱斯华将军里面这样的,拔出来了。 所以当时,每天训练8个小时, 一三五,身段,二四六,唱枪。 然后第七天,带来集合。 两个月,每天,两点钟。 我们在金加坡比较少,两点钟放学,训练到十二点钟回来。 然后我自己再复习到一两点钟。 然后早上六点钟起来上课。 基本上是重复这样的一个作息。 那么在这个之后,这个演出也算是比较成功。 那么在这个之后,我就开始了四年的演出生活。 并且每次都是独演。 然后后来在第三年的时候,冲办了青年兴趣社。 每年会有一场专门的青年兴趣的演出。 那么在设计运动上, 就之前我自己的学生都没有,都不知道我是设计运动员。 其实设计上面也是的。 当时我是14年,也就是周四的时候。 新加坡就是四年,冲中,两年高中。 也就是高一的时候,加入设计队。 当时所有老师都劝退。 为什么?因为很苦。 第一很苦。第二,我比别人, 很多人都是从初一开始加的。 每年都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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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别人晚了四年。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喜欢这些。 所以我就去了, 就去tryout了。 然后就上了, 然后就开始学。 每天也是, 这个也是一个五六个小时, 每天站五六个小时, 然后一发一发打, 可能打个量。 两三百发, 不停的动作。 不停的重复同一个动作。 但是五个月下来, 就只竟是五个月, 那时拿到了全国前八场, 然后吸引着全国的冠军。 然后包括当时飞行比赛。 当时飞行比赛, 因为当时没有拍照片。 飞行比赛是新加坡航空公司 举办的一个高中生的最终比赛。 我们学的是Satina, 就是那个最简单的飞行, 四座小型飞行Satina。 当时去参加比赛的时候, 整个全场只有我一个女生。 并且到最后拿到奖杯上, 写的是Bolesting。 然后在第二年, 新加坡新航开始开设了女子服。 但是我当时后来, 一直依然是在男子比赛。 所以这些是我的简历。 简历是记录。 但它是不是我? 这是我做出来的事情。 但它能multify我。 所以我个人认为简历和记录。 人生就是如经历和即可。 OK, by the way, 这个, 这次是真的。 是不过此, 这次是真的。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 在Amazon学院区, 应用数学, 经济双双双眼, 两半学完, 25岁回国同身教育, 然后三岁作为成功被提的合伙人, 现在是业务作者, 黄东和黄南。 所以现在主要在整合各类顶尖的教育资源给大家。 这个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真正享受的是, 教育里面可以跟大家一起做的事情, 可以接触到新东西。 所以除了教课, 除了他们教课以外, 更多我们喜欢跟大家一起去, 比如说骑马, 比如说露营, 然后比如说跟大家一起去, 导播这些, 就是明显看的就是, 就是未来, 未来特别大的实验室。 然后带着大家去参加比赛, 大家可能在台下, 或者带着大家在台上比赛, 或者台下做教练或者评委。 所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这个是我在, 每年在疫情之前, 每年都会再回去学校一趟, 去看我的老师。 然后在疫情之后, 也是虽然不能出国了, 但是也在全国各地, 每年都会去看看各种学生, 还有各个朋友, 看看大家在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 教育的本质是自由, 正因为我是做教育, 所以才更需要, 做解除, 不能解除新的事物。 所以教育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有能力, 第一个是有能力工作, 那实际上是财务自由。 同时, 由于, 大家可能很多国际班, 或者很多小朋友, 都在学辩论啊, 或学一些 critical thinking, 辩论思维, 那这些给大家的是思想的自由, 所以能够找到, 以及能够做到, 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 而不被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 就其他人的思想, 回去束缚。 OK, 所以,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不仅是大家, 学习是新东西, 其实已经的所有东西都是新东西, 对我来讲, 我自己的生命的本质, 其实我现在, 现在想的很清楚, 我自己生命的本质, 就是不仅能接触新事物, 那么学习是新事物, 其实这是新事物, 有入一个新系统是新事物, 但是可能从你的生活, 从一个status, 到坏到恋爱的status, 也是新事物, 比如说, 交一个新男朋友, 比如说, 从会婚坏到离婚, 比如说, 从没有孩子, 坏到有孩子, 虽然说, 带肯定有很多妈妈, 从有孩子, 坏到, 从养猫, 从养一堆猫, 坏到养孩子, 虽然, 虽然这些, 我都还没有经历过, 这个是, 作图片上, 猫是我的, 孩子们也就是我的, 但是, I'm the people who are, 我非常, 我非常欺盼, 这种改变, 为什么? 不是因为开头, 不是因为已婚式的开头, 也不是因为有孩子的开头, 而不是说, 他们给我带来整个, 我这个生命中的, 全身的体验, 所以, 今天的定义是什么? 我认为, 今天的定义, 是经营她爸妈, 在三十年前, 为了方便, 海大夫家吃饭, 取了代号, 就仅此而已。 现在, 其实很多, 现在每年, 每年, 都在有新的发现, 尤其是有AI, 尤其是, 就是, 随着, 科学的发展, 每年都有新的发现, 比如说, 飞动已经, 飞动已经被剧强化, 然后, 昨天我才看到的新闻, 就是, 鲜色, 科学的发生, 已经创造了他们的生命, 然后, 包括现在, 每年的极端天气, 然后, 每年的世界, 世界的局势动荡, 都带来了很多变化, 所以, everything is true, one should be, 所以, 我们要有一部零顺定义, 我们可能整个, 我们人住在变化了, 所以, 最后, 其实, 结论, 咱们才讲的, 就是, 可能今天的定义, 只是他妈妈, 爸爸, 方便他妈妈, 是, 所以, 我们, 就是, 不容易骂, 不容易骂, 我们是谁, 我是谁, 你是谁, 答案就是, 我个人才开始行使, 人生刚刚起步, 大家还不着急, 可能到了, 大家一百岁的时候, 我希望, 到了一百岁的时候, 大家再回复, 这一声, 才会找到一些答案, 本身寻找答案的过程, 就是比答案本身更重要, 就, before that, 在此之前, 大家都 enjoy, 而同时, 怎么 enjoy, 包括, 我觉得这次, 这是当时, 那个, 宇航要求来讲的时候, 要是对了几题, 很感兴趣的就是, 你只有在看到世界的时候, 你才会进行, 渐渐看到多, 可能在一百岁中, 在一几百年中, 看到这么多东西, 看到整个, 整个, 也不然是这个群貌, 在渐渐的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才知道, 你这个人生的答案在哪里, 所以, before that, 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 超出自己的盒子, pink out the box, 然后尝试各种新东西, 带来自行, 然后自己去, 大家去, 带来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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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个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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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